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中国房地产危机迫使房主们 以创纪录的速度偿还按揭贷款 随着市场急剧下滑 房价持续下降 像广州大学教师蒋女士这样的很多家庭选择提前偿还贷款 以减少财务压力和风险 然而 这种趋势对中国政府提振住房需求和消化库存的努力并不乐观 尽管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措施 房价仍在下跌 信贷需求依然疲弱 这些情况反映了家庭去杠杆化的趋势 并且可能影响到中国整体经济的稳定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今天的六度解析特别节目 我是您们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来自南华早报的文章 题为中国的房地产危机使房主加快提前还贷的速度 这篇文章详细描述了中国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困境 特别是家庭提前还贷的现象 我们将全面分析这一现象的背景 原因极其影响 首先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文章的主要内容 文章讲述了一位名叫Celine Zhang的大学教师 她在广州拥有一套两居式的公寓 并试图尽快卖掉以偿还她在2022年底购买的一套价值1200万元人民币 约165万美元的大房子的贷款 Zhang的财务压力很大 因为房价急剧下跌 她的小公寓现在只能卖到500万元 而大房子的价值已经跌至900万元 同时 Zhang还提到 她原本打算为了第二个孩子 以及和父母一同居住而购买大房子 但财务压力让这个计划暂时搁置 顾Tai Journal Securities的一份研究报告称 2024年4月 中国的提前还贷率达到历史最高的37% 这反映出居民希望尽快摆脱财务负担的意愿不断上升 与此同时 5月份中国家庭中长期贷款 主要是按揭贷款 总额为514亿元 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170亿元 文章还引用了来自 NetXS Corporate and Investment Bank的高级经济学家 Gary Ng的看法 他指出 北京最新的支持措施效果仍待观察 因为中国的房主可能更倾向于将资金 转向更安全的投资 如银行存款和政府债券 此外 Society General的大中华区经济学家 Michelle Lam预测 家庭部门的去杠杆化趋势将继续 因为房地产市场尚未触底 且消费者情绪较为低迷 最后 文章提到 尽管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政策 以恢复房地产市场 但新房价格在5月份仍进一步下跌 创下近10年来的最大跌幅 许多家庭即使想提前还贷 但也缺乏足够的资金 那么为了更深入了解这篇文章的背景和内容 我们将从6个不同的角度展开分析 首先 从经济角度来看 文章反映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严重疲软 房价的持续下降 使得许多家庭陷入了财务困境 他们不得不选择 提前还贷 以减轻负担 这说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不仅面临供需失衡的问题 还受到整体经济放缓的影响 家庭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许多家庭选择 提前还贷 而不是继续投资 这是因为 他们不再相信 房地产市场能够提供稳定且高额的回报 其次 从政策角度来看 尽管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试图刺激住房需求 并吸收库存 但这些措施的效果仍然有限 调整首付款比例 设立在贷款池 以及允许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购买 滞销土地和房屋等政策 虽然有助于缓解部分开发商的资金压力 但并未显著提振市场信心 当前的政策 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见效 或许还需要更加激进的措施 第三 从社会角度来看 房地产市场的困境对家庭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eline Young的例子清楚地表明 高额的财务压力不仅影响了她的生活质量 还阻碍了她的家庭计划 其他案例也表明 提前还贷已成为许多家庭的无奈选择 这种现象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焦虑和不确定性 第四 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 提前还贷率的上升对银行业和金融市场也带来了挑战 银行依赖长期贷款的利息收入 而提前还贷将减少这一部分收入 同时 银行需要处理大量的提前还贷申请 这也增加了运营压力 此外 金融市场的资金流向也在发生变化 更多的家庭选择将资金转向安全的金融产品 如银行存款和政府债券 这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的资金供应减少 第五 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 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需要更加协调 以应对房地产市场的挑战 虽然中国人民银行保持了一年期政策贷款利率不变 但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 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利率调整 然而 稳定房地产市场以提振信心同样重要 这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 包括货币政策 财政刺激 以及结构性改革 最后 从国际视角来看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困境不仅是国内问题 也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状况 直接影响到全球经济的稳定 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也会受到影响 进而影响全球资本流动和金融市场的波动 因此 中国政府在应对房地产市场危机时 也需要考虑国际市场的反应和影响 综上所述 中国房地产市场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 既有经济放缓 政策效果有限的问题 也有社会和金融市场的深层次影响 政府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 协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稳定市场信心 才能有效解决当前的困境 同时 家庭和个人也需要更加理性地进行财务规划 避免过度依赖房地产市场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六度解析特别节目 希望我们的分析和评论 能够帮助您更好地理解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现状和未来发展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支持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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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